詞曲 李宗盛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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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上堂課 我們開始對於亂度 Entropy 這個概念 做了比較深入的一些討論 你在學習任何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必須要能夠抓住這個重點 我覺得除了 我沒寫在這個黑板上面 我覺得除了 從這個Boltzmann的 這一個 由統計的角度所定義出來的 Entropy的定義 S等於K long Omega之外 更為重要的對於我們 在化學裡面 運用的層次上面 就是這幾個關係式 那這涵蓋了一個純的化學物質 它從任何一個溫度 提升到另外一個溫度 你可以掌握的這些亂度的變化 一個是在相變的時候 它的溫度是固定的 那在相變的 這個變化所對應到的 這個Q值 那可以視為是一個Q的reversible 只是一個溫度的進出而已 它是一個平 它在那個特定的溫度 它是一個平衡 它就直接的在長壓之下 大家知道這個Qreversible 它其實對應的就是 Delta H 那這一個亂度的變化就是 Delta H over T 這是應該很容易記得的 另外就是如果它沒有相片 它只是一個溫度進去出來 不管它是一塊鐵 是一塊鋁 是這個氣態的甲烷 只要它的相片沒有變化 你知道它從一個出色的溫度 到一個末了的溫度 它的Delta S 在Constant Pressure的時候 就是一個N層上CP 的Lung的TI分之TF 如果是在這一個Constant Volume的時候 那你就要把CP改成為CV 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去處理 剛剛所提到的一個問題 也就是和一個純的化學物質 它從任何的一個溫度 到另外一個溫度 的這一個亂度的變化 那是一個非常基本的一些處理 你絕對必須要能夠做到 好 在這樣子的一個支持之下 今天這本課要討論的部分 仍然是極端重要的 因為我們今天有另外一個主角 又要出現了 我相信我們今天應該可以提到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所謂的熱力學的第二定律 當然我們上回已經檢驗過 各位是不是還記得第一定律 對不對 這個能量守恒 OK 那我們回到一個 在前面提到過的 isothermal的ideal gas的expansion跟compression 這一個簡單的模型 我們理解到 如果它是一個one stage的expansion 一個one stage compression 這雖然可以從一個p1v1的這個point 走到p2v2再走回來到p1v1 形成一個cyclic的process 但是在這樣子的一個path 這樣子一個路徑裡面呢 它的total的q 是小於0 我們做過這個計算 就直接的把這個結果寫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曾經提到過 這是一個 如果 沿著這個p1v1來走的話 那這個路徑叫做reversible路徑 就 它的expansion而言 在數值上它是一個最大值 如果是一個compression的話 那 如果是沿著這個p1v1再回來的話 那這個下面的面積 將會是在這個compression裡面的一個最小值 好 那 這個q的irreversible呢 如果是one stage的process的話 我們算過 這個expansion是4分之3p1v1 是一個正值 是 吸熱的 然後 回去 放熱 放出來 在數字上比較多 負的3p1v1 overall全部加起來 因為這個數字比較大 所以 最終 出來的結果是小於0的 我們雖然從這樣子的一個簡單的模型來看 但是這將會是一個universal的一個結果 我們沒有時間沒有辦法去看很多很多的體系 但是這一個簡單的模型已經給了我們很重要的暗示 OK 相對的對於一個reversible的expansion跟compression 就是沿著這條p1v1 就是沿著這條p1v1是唯一的一條reversible的line 過去 再沿著這條路回來發生的事情是 它的q 是正的這個數值 然後回來 是負的 也是這個p1v2下面的同樣的這個數值 所以雙剛好消掉了 因此對於一個cyclic的reversible的 這樣子的expansion跟compression 我們的結論是它的qreversible是0 我們如果qreversible是0的話 當然t分之qreversible就會是0 我為什麼要去看qreversible over t呢? 這是因為我們對於這個亂度的定義是如此的 對不對? 也就是這個如果t分是qreversible是0的話 在這個部分代表意義就是deltaS是等於0 這是針對一個cyclic的 我必須要強調一個cyclic的reversible process 什麼叫cyclic? 所以它走出去又回來了 回到原來的狀態 所以deltaS等於0 符合了一個什麼東西的特質? 一個狀態函數的特質 因為這是原來的狀態 不管你出去你怎麼走 irreversible、reversible 你只要是一個cyclic的process 你就應該回到原來的狀態 所以呢 這個deltaS等於0的話 這符合了一個要求、一個特質 就是亂度是一個狀態函數 而如果你這個下標把它抹掉 代表你這個qcase 任何一個數值的話 你要知道 一些所有的irreversible process 它都是小於0的 它不是0 重點 是不是0 你出去走一下 你回來你已經變了 你變了一個人 OK 這就不是一個所謂的狀態的函數 好不好 所以這個性質它是很重要 不然我們的所有的討論沒有意義 也就是說 s是一個state function 這是上堂課 我們在介紹 這一個亂度這個概念的時候 我們沒有特別提到的 那如果今天你從Botsman的 那一個定義來看的話 那當然也不會太意外 它是一個state function 它是在描述一個狀態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特定的一個 一個arrangement OK 它是對於一個state的描述 OK 好 所以呢 剛剛也已經概略提到 對於irreversible的這些cycles cyclic process 那它的q irreversible 一定是小於q的reversible 因為q reversible是0啊 那q irreversible 既然是小於0的話 那t分之q irreversible 也一定是小於0 但是熱力學院 你在看一些結論的時候 要特別的去注意 它的先決的條件 這句話在說明的時候 是在指那一個cyclic的process 你不要把這句話在現階段 無限度的去延伸 把前面的這些抹掉的話 這句話會成立嗎 你如果不說前面這一些條件的話 t分之q irreversible 小於0這合理嗎 一個q就一定是負的嗎 負的是放熱的 就一定是放熱嘛 對不對 也會是吸熱對不對 你任何一個process 有太多太多的process 它會是吸熱 那你那個t分之q 豈不是大於0 就是這麼樣子一個簡單的說明 要提醒各位 這個前面 對於一個 irreversible 一個cyclic的process 這才是真正重要的 好不好 才能夠說 它的q irreversible over t一定是小於0的 不然的話 你沒有 你缺乏了前面的 這一個說明 這個process 你如果沒有去說明的話 這句話 你這樣講在那個地方 你是絕對錯誤 好不好 所以這是熱力學 它困難的地方 因為有時候 你在思考的時候 你忘了這件事情 所以我必須要在這個階段 特別提醒各位 我們前回提到了 這個對於熱力學的發展 非常重要的一種始祖型的 這個科學家Clausius 那Clausius他提出了一個 所謂的 我們現在稱它為 Clausius的 in equality的一個 一個導證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非常精彩的導證 它給了我們 它將會給我們 什麼樣子的一個結論 好 所以既然 對於一個 Cyclic的process 非常重要的 對於一個 Cyclic的process OK 那它的 Overall的 T分之D Q的一個 這個積分 注意到這個積分 打的一個圈圈 那就是 針對於一個 Cyclic的process OK 它從一個 起始點開始 走回到 這個 原來的那一個狀態 好 如果 這一個 Cyclic的process 我們是這樣子 進行的 它分成為兩個階段 首先 從一個狀態 一走到狀態 二 但是它在走的時候 它是以一個 irreversible的方式 從一走到二 好不好 所以 那 這個積分 這一開始 這一個 Cyclic的積分 T分之DQ 當然 就應該 包括了 它的 第一個步驟 的 那一個 Q的變化 也就是從 一走到二 的 這一個 T分之DQ irreversible的一個積分 對不對 好 接著 它走到二 再從二 以一個 可逆的方式 走回到一 好不好 也因此 這個 Cyclic的積分 當然是 一到二 積完了 然後再去加上 從二 再回到一的 T分之DQ 這個積分 好 但是因為我們已經說了 我們已經可以看到 這裡面 既然包括了一個 irreversible的process 它 Overall OK 這一個 Cyclic的process 怎麼樣 它就 Overall 整體而言 一定是一個 不可逆的 來 你如果要可逆 一定過去你是可逆 回來也是可逆 才會是一個 Overall的 可逆的一個做法 所以現在 你以一個 不可逆的方式走過去 再以可逆的方式回來 那也沒救了 你就是一個 不可逆的一個process 好 所以 既然它是一個 不可逆的一個 cyclic process 所以我們剛剛的結論是什麼 那它的這整體的 T分之DQ的積分 就一定必須是小於0的 既然 這個Overall的 這個T分之DQ的積分 這兩項之和 注意一下後面這個term T分之DQ的reversible 我們其實就可以把它寫成為 一個DS 不是嗎 因為我們在前面就定義過了 DS就是T分之DQ reversible 所以現在呢 我只是稍微把它 在這積分的裡面 稍微改寫一下 對不對 從2到1 那這就是一個DS 那這兩term 加起來是要小於0的 OK 那 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要注意到 S是一個狀態函數 它代表的意思是 這個積分 對於DS的積分 從2到1呢 代表意思 就是1是它的末了狀態 2是它的初始狀態 那其實就應該等於 S1去減掉S2你的末了 減掉你的初始 好 那既然它是一個State Function 所以你可以把它很輕易地 反轉回來 也就是說 你如果從1走到2的話 你剛剛是2走到1 你這1走到2 同樣的這個Path的畫質 只是反回來 可逆的一個路徑的話 那 這不是這個積分 你不要管前面這個符號 它不就是S2減掉S1嗎 既然是S2減掉S1 這個是等於S1減掉S2 而這個是S2減掉S1 所以這一個積分跟這個積分的關係是什麼 它們的差值就是一個正負符號 OK 所以在這個前提之下 就是S是一個狀態函數的前提之下 我們可以讓這兩個積分來對等 各位很容易犯一個錯誤就是 你忘了這件事情 也就是這個關係是一定要決定於 你的S是一個State Function 才可以這樣做 OK 這不是一個State Function T分是QE Reversal 不是一個State Function 所以就不存在有這樣子一個反轉的關係 也就是你不能把這個也可以寫成為2到1的話就是 前面加一個符號 這不會存在 這不會存在 所以各位要非常小心這一點 因為你有可能在思考的時候 在複習的時候 你會犯這樣的錯誤 然後 你會得到一個很奇怪的結果 想不通 OK 好 所以因為這個可以做這樣子的變化 那我們就把它變過來 好嗎 這裡仍然是不變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呢 你要注意到前面這一項是從1這個State 接到2這個State 但你現在把它轉過來 你的目的很明顯 OK 是讓這個State的轉換 是相同的 OK 那這兩項 合計起來 小於0 OK 這個部分是沒有變的 因為我只是在改變這個數學形式而已 所以要特別注意 這是我剛剛說過的 你的前面這一個積分 因為它是一個 irreversible process 它不是一個State function 所以你不會有這種對等 絕對不要犯這個錯誤 因為你的Q的1到2 不會跟2到1之間有這樣子的一個 只是數值相同符號相反的關係 我們從剛剛的那一個 簡單的理想氣底的膨脹壓縮 你就可以看到這一點 OK 好 既然如此 我就可以把這一個負的 這個的積分移到右邊去 代表的就是這一個 從1基到2 這個把DS從1基到2的這個結果 就一定會大於這個T分之 DQ的irreversible從1基到2 好 那很明顯的 這就告訴我們 另外一個重要的數學關係 就是 DS一定大於T分之 DQ Irreversible 要注意到 這已經不是 這個關係 這個陳述已經不限制於一個 Cyclic的Process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Clausius的Inequality 實在是一個 短小而精美的一個 邏輯的推演 非常精彩 好 他的結論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 對於任何不可逆的改變 一些不可逆的變化 irreversible的changes 首先必須要強調 那這其實就是 對應在我們真實的變化裡面 real changes 都是irreversible 你沒有辦法再回去 你只能夠往前進 而實際上這也就是 所有的這些大自然的這些變化 它就是irreversible一直在那邊 往前變化的 也就是對應到我們 這一個章節的主題 spontaneous的改變 這些自發性的這些變化 你沒有辦法控制 沒有辦法去stop它的 都是real processes 都是natural changes 都是irreversible 對於這些 對於這些 irreversible的變化 這些spontaneous的改變 存在一個關係 就是 ds大於t分之dq irreversible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結論 以這個結論來出發 對於一個所謂的universe而言 在這裡 universe你可大可小 那基本上它的意涵就是在指一個 isolated system 一個孤立的體系 那它自身就是一個宇宙 它可以是一個小宇宙 可以是一個大宇宙 不要對這個宇宙太過於 以一個龐大的一個體系來 來區解它 好不好 所以它可以很小的 所以 只要它是一個isolated system 就可以稱它為是一個 universe 對於這個universe而言 因為它是一個孤立系統 所謂的孤立就是跟外界 完完全全沒有任何關係的話 那它的overall的q ok 必須是零的 那我們剛剛說過 你的real processes 都是irreversible 所以這個 當然這個q 就將會對應到一個irreversible 也就是呢 那你的t的 t分之d q irreversible 勢必必要是零 ok 好 既然如此 這個一定要零的話 那代表另外一個意涵 那我現在把它用紅色的顏色來 特別提醒各位 這個結論就超級重要 也就告訴我們 這個delta s的universe 或是這個ds 我們改用delta 就是一個universe的亂度變化 一定是大於零的 也就是對於任何的spontaneous的變化 delta s的universe 大於零 ok 好 Klausius說過一句非常著名的話 他說 這一個universe的能量是守恆的 這句話是說什麼 熱力學第一定律 對不對 ok 第二句話 他說 亂度 亂度 則趨於 最大 ok 但是這句話 雖然我是這樣寫 不要忘了 前提是 the entropy of the universe ok strives to reach a maximum 這個universe的entropy趨於最大 你如果把那個universe拿掉 你說亂度趨於最大 這句話就 出現了邏輯的問題 我如果考你的話 你這樣回答 我絕對 零分給你 好嗎 好不好 你的前提一定要講清楚 ok 對於一個 spontaneous process 這個前提也必須說明 對於一個spontaneous process而言 那個universe的entropy趨於最大 這才是一個完整的敘述 ok 也就是我們的第二定律的一種說明 今天這是一個普通話學的課程 Alright 我們尤其著重是對於一個化學反應 來討論 也因此 對於一個化學反應 它如果是一個自發性的一個化學反應的話 也就是在這個地方是我們所對應的 any spontaneous process 也就是any spontaneous chemical reaction 它的這一個universe的entropy 一定是增加的 好不好 所以這幾個要件一定要先講清楚 也就是它是一個spontaneous reaction 你是針對這樣的一個spontaneous reaction 來說明的 然後是那一個universe的entropy 趨於最大 那你這句話才講完了 對不對 很多同學在描述 說第二定律 告訴我第二定律 那個亂度趨於最大 亂度趨於最大 這句話放在那個地方 各位你可以同意嗎 你絕對不可以去同意 對不對 因為你沒有講清楚 你在說什麼 Right 你任何一個process 你說這個process 它有可能是一個 不是spontaneous 對不對 你如果不說明你是在講一個spontaneous process 你說亂度趨於最大 這句話就完全錯誤了 對不對 然後即便你說spontaneous的process 它的亂度趨於最大 這句話你可以接受嗎 你也不應該接受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說出來那是universe 的亂度是趨於最大 OK 這就是熱力學它可惡的地方 因為它有一個非常嚴謹的一個邏輯 有一個前提在那個地方 你絕對必須要說清楚 這也是各位在說的時候 在想的時候 在複習的時候 你會面對的一個困難 因為你沒有把前提搞清楚 所以你後面就完全錯亂掉 好不好 這是極端極端重要 在學習上面 你必須要克服的 OK 好 什麼叫做 這一個 Delta-S的universe呢 這是極端極端的變化 對不對 OK 它就是一個system的delta-S 跟surrounding的delta-S 合 OK 我在前面說過 你經常focus在自己身上 你自己就是一個system 你常常注意到是你的system 你常常忘記別人的存在 你是surrounding在那個地方 OK 那這個熱力學第二定律 是針對於這兩項之合 所以這個universe 這是一個我們所謂的宇宙 那它是跟外界在沒有任何的一個接觸的 好不好 好 所以呢 既然我們說這個亂度是universe 亂度對於spontaneous process而言 它是entropy區域最大的話 代表這個亂度的變化是 一定要大於0 for spontaneous process而言 OK 好 這就是我們這堂課 我如果問你跟這個相關的議題說 你必須要給我的一個回答是如此 因為這是一門普通化學的課程 我們針對的是一些我們有興趣的化學反應 你不要拿你在物理課裡面所學到的 你告訴我說 熱力學第二定律就是你不可以把熱從低溫 自發性的傳輸到一個比較高的一個body OK 我承認的是熱力學第二定律另外一種說法 但是認識你的物理課 你可以拿自己的話來解釋一個 會自發性發生的一個化學反應嗎 你可以這樣說嗎 對不對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OK 所以你不來上課 然後你去拿你的物理課所學到 甚至你在高中的時候看過的 有的沒有的一些書 你根本沒有對於熱力學有任何的理解 然後你隨便便講了一些 你自以為是的一些話 我告訴你 那只有暴露你的無知而已 好嗎 OK 要搞清楚你的前提是什麼東西 這是最為重要的 OK 好 好 那 代表意思是什麼 就是 那如果delta s的 universe是小於0呢 那當然不會自發發生 對不對 不會自發發生 OK 這代表意義是什麼 但是你不要忘了 s是一個狀態函數 如果delta s的 universe是小於0 其實它的反向 因為它是一個state function 只有state function 你才可以這樣講 對不對 你的delta s如果是反向就會大於0 那它就會自發 意思也就是說 那它往這個方向往右 比如說它如果delta s的 universe是大於0 它不會自發的往這個方向來發生 那它的反向就會自發的發生 OK 這是基於s是一個state function而言 所必定存在的事實 OK 好 那如果delta s的 universe是等於0呢 那這個時候它就不會往左 或者是不會往右 那這就是一個各位所非常熟悉的一種 平衡狀態 現在你了解了 為什麼我在前面提到平衡的時候說過 它是跟熱力學息息相關的 那現在我們已經開始以一些熱力學的參數來解釋 平衡的現象為什麼存在 好 我們來看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我們都了解在一個所謂的living cell 就是一個細胞 OK 一活的細胞 那它會在運作對不對 裡面有各種各樣的有機化學發生 那大的分子呢 通常都是由這些小的 這些分子集合而成為非常熟知的這些 非常重要沒有它不能夠活下去的這些蛋白質 OK 都是由一些小的氨基酸組合而成 我們在前面其實或多或少討論過 一點點跟氨基酸有關的酸鹼性質 對不對 好 好 那這樣子很明顯的 你從小的分子集合變成一個大的分子 你的這個亂度就會變小 對不對 但是它就會發生 是不是 real processes 我們不是說這個 OK always spontaneously發生在那個地方 不然你為什麼活著 OK 好 那這是不是違反了第二 定律呢 OK 它沒有違反 因為你剛剛在做這個說明 你只是在描述這些大的分子 所有這些小的分子聚集而成 你只是集中在這個體系的話 那其實沒錯 我可以同意 dotaS的system 是negative OK 它從一些小的碎片 這些活動力比較大的 它如果亂度比較大的 變成一個整體了 亂度變小了 這是沒錯 它deltaS的system 是negative 其實你還必須要去考慮 它的deltaS的surrounding OK 那這個時候你頭開始有點大了 對不對 這好像有點難去 難去決定了 就是因為這個 對於system而言 我可以很快地去判斷 但是對於surrounding OK 那我要如何去掌握它 當然對於這個問題而言 你當然知道 不論你的deltaS的surrounding 到底怎麼樣 這兩個 這個加起來 一定要大於 因為只好我們活在這裡 對不對 我們的細胞就是這樣在運作 smartaniously OK 勢力要比較大 但是你可以看到 deltaS的surrounding 它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 容易掌握的一個數據 好 但是 在去了解我如何去克服這個困難之前 讓我們稍微再來看一下 那溫度對於自發性的影響如何 我們先做一個非常快速的一個定性的分析 那 我們知道deltaS的system 既然是deltaS的surrounding 加上 sorry deltaS的universe 是deltaS的system 加上deltaS的surrounding 對不對 如果這兩個數值 deltaS的system 跟deltaS的surrounding 都是正值的話 OK 那這兩個加起來 當然必須正 對不對 那這就一定 勢必是spontaneous 所以如果你可以很快速的定性去判斷 這兩個數值的話 這沒話說 你立刻可以知道 它一定是spontaneous OK 好 那如果這兩個數值 都是負的話 那他們加起來就是deltaS的universe 也勢必一定是負的 代表它不會是spontaneous non-spontaneous 但是它的反向是spontaneous 那如果一正一負呢 OK 或者是一負一正呢 那這就很難講了 對不對 你敢 我沒有實際的數值去做任何的運算的話 我是沒有辦法去了解 它最終會是正還是負 我就沒有辦法判定 它會不會是spontaneous OK 但是 各位 實際上 你不要忘記 這個deltaS的定義是 T分是Q的reversible 它其實是跟T相關的 OK 所以它其實會決定於 這一個 它跟溫度會有一個關係 那在你沒有一個確定的一個溫度的前提之下 這個部分是很難知道 我們知道它到底是正還是負決定於他們的實際的絕對的數值 OK 好 好 那現在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這一個 DeltaS The Universe 是 DeltaS System 跟DeltaS Surrounding之合 它必須要大於零 對於一個spontaneous而言 我們可以做一點點的轉換 OK 也就是呢 我的deltaSurrounding在前面 我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說明 就是它只決定於它的Q OK 而Surrounding的Q 對等在負的DeltaH的System OK 也就是呢 我可以把DeltaS的Surrounding 寫成為負的T分之DH的System OK 這一個變化 當然不會改變這個不等式的這個 大於或小於的關係 對不對 但是非常重要的這一個變化 我們在做什麼 我們把一個剛剛我們說過的 比較討厭的這個Surrounding的這個參數 變成為完全是系統的熱力學參數 OK 也就是DeltaS的System 減掉DeltaH的System overT 是大於零 OK 好 但是這個前提 我說過熱力學的前提很重要 這是要在Constant P的時候 我才可以這樣寫的 因為理論上 你這個地方應該是T分之Q 對不對 的Surrounding 對不對 reversible 必須要是一個reversible 那是在 那 我應該說 這個 沒錯 那是一個T分之Q 但是 只有在Constant Pressure的時候 我才可以把它寫成DeltaH 這無關於 你到底是reversible還是 irreversible OK 好 但是對於 環境而言 我說過 那是一個無限無限小的一種變化 對於它而言 就是reversible的一個變化 OK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有這樣的一個對等 好 這個 處法看起來有點討厭 那我們左右都乘上一個T的貨 OK 那 這個部分 這個全部乘上一個T 就是T的DeltaH universe 就要等於T的DeltaH system 減掉DeltaH的System 對不對 是不是就 變成一個看起來比較乾淨一點的一個數學式子 OK 那它仍然必須要是大於另的 好 那 這 就是一個spontaneous process 它必須要符合的條件 OK 那 當 這一項 OK 與這一項 要注意到我這個地方 我特別把這個符號誇在這裡面 好不好 所以我這個英文 我說這個sign 是指 這一個頭 這個部分 跟這一個部分 包括那個minus OK 合計起來 如果它是一陣 一副的話 就對應在這兩個case裡面 你注意到 這個T的存在 它所代表的意義 OK 它 將會是一個最後決定它是正還是負的一個結果 OK 好 也就是說 它是一正一負的話 那你的這一個T越大 你前面這一項的那個數值就會越大 T越小的話 前面一項的數值就會越小 OK 那它 在這一個兩個sign 是剛好相反的 一正一負 或者一負一正的時候 那到底是 比較高的溫度還是比較低的溫度就會決定 所以你最後這個合計起來的這個結果到底是大於0還是小於0 OK 所以T它的影響 是很重要的 這樣子說明或許你仍然不能夠理解的話 我們現在用一個實際的各位很熟悉的 我們在前面提到過的一個相片 也就是水從液態變成氣態的這個變化 很明顯的它的Delta-S的System一定要大於0 你知道這是一個吸熱的Process 你也知道水 簡單的一個定性的一個判斷 對它變成氣體 它的那個體積很大 那個那個亂度 從各方面來看 都是絕對是高的 所以它 它的末了狀態亂度高 其實這個狀態亂度小 Delta-S當然 這個Delta-S大於0 但是這個Delta-S是誰的Delta-S 是系統的Delta-S 對不對 OK 好 那 這個 Delta-S呢 你也知道它是一個吸熱的反應 對不對 吸熱的反應 所以呢 這個系統的Delta-S是大於0 吸熱嘛 吸熱是正的 對不對 但是Surrounding呢 Surrounding就是它的反向就是負的 是不是 放熱 它要把熱站在Surrounding的角度 它要把熱輸送到系統裡面去 對不對 它的Q 實際上對應到是一個負的Delta-H的System 這是用System 這是Surrounding 下標 OK 但是它的計算是這樣子的 就是一個 T分之負 Delta-H的System OK 那既然 Delta-H的System是正的 這是System Delta-H System 我們現在用系統 OK 但是它是正的 但是它前面加了一個負 所以這一項一定是負的小於0 對不對 好 所以你現在看到 這一個System 大於0 Surrounding 小於0 這代表意思是什麼 OK 代表意思是 如果 T 越大的話 OK T 越大 這一項越小 它就 在負值上面 就沒有那麼負 對不對 那你的前面的Delta-S System 這個大於0 這一項就有可能超越它 最終得到一個正的結果 就會是一個spontaneous process OK 合不合理 你當然知道 在比較高的溫度之下 Right 比較高的溫度之下 你超過100度的話 會往右走的 OK spontaneously往右 你在110的時候 你不會有liquid water 存在的地方 對不對 你無法阻擋著你的液態水 要完全變成氣體 spontaneously往右走 100是一個門檻 對不對 好 但是T如果很小 T小的時候 你知道這一項會變大 也就是它負的比較大 絕對值比較大 負的比較大的話 那它去跟前面那個 大於0的這個數據加的話 這個部分是不會改變的 OK 那個數值不會變 那你後面這個Delta-S System 會因為溫度的變化 而有所在那邊變化的話 這個結果 OK 當你越負的時候 它就會 最終 低於100的時候 它是小於0 小於0 就不會從liquid變成gas OK 也就是你的液態的水 在低於100的時候 99度 它就不會變成氣體 我的前提是 如果把這個水密壁 封在一個 一個 一個 密壁的一個體積裡面 你沒有任何的空間的時候 它是絕對不會變成有氣體跑出來的 OK 好 那這種相變化 我們會在下學期 會有更進步的一些說明 但是 不論如何你看到 這個T是如何的影響 OK 所以在這個體系裡面 就是一個Delta-S System 加上Delta-S Surrounding 也就是 Overall Delta-S Universe 是 這個 不知道它絕對數值 有一點難判斷 但是 我們可以從定性的一個角度 來說明 在比較高的溫度的時候 你的Delta-S的 Surrounding 就會是 Less Negative 對不對 這個分母越大 就 Less Negative 那前面那一項 就會比較重要 你的Delta-S Universe 就會大也對 它就會是自發的 OK 然後 如果在比較低的溫度 後面這一項 開始慢慢變大 大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OK 因為Delta-S Surrounding 是變成 More Negative 它超越了前面的 這個數值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變成 負值 也就是小於0了 這不會自發性的發生 或者你要說 它會反向的發生 Gas要變成Liquid 它是Nonspontaneous的 如果針對 我所寫的這一個變化 Liquid變成Gas 是Nonspontaneous 我們的習慣 寫一個式子的時候 一個跟化學相關的式子的時候 往右 就是我們的意思 OK 好 Summarize 一下 對於一個spontaneous process而言 我的Delta-S 是必須大於 就一定了 大於t分之q irreversible OK 好 假設在一個constant的pressure的時候 你知道qp就是delta-h 當我們寫qp的時候 各位也必須要知道 這個qp大部分的時候都是 irreversible的 OK 好 所以我的delta-S 我當然irreversible 在constant-p的時候 我就可以把這個下標 把它改成p 但是不要忘了 它們還是關聯的 這個雖然寫成qp 它還是一個irreversible的process 在大部分的時候 我把它寫成qp 就是要讓各位能夠認識的 就是說 它其實 qp 在constant pressure的時候 這個前提很重要 constant pressure的時候 我才可以把它表達成為 t分之qirreversible 才可以把它表達成為 t分之delta-h OK 好 來跟delta-S來比較 好 跟剛剛一樣 我左右都乘上一個t的貨 然後 左邊變成tdelta-S 右邊變成delta-H 對不對 乾淨一點 好 所以這個 不等式 仍然必須要存在 好 既然如此的話 我可以把delta-H 移到左邊來 對不對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tdelta-S減掉delta-H大於0 請各位特別注意 現在我沒有寫下標 對不對 我在前面說過 我沒有寫下標的時候 通常代表就是系統 好嗎 如果我是代表這個 surrounding的時候 我一定會把它寫出來 OK 你也必須要 一定要把它寫出來 不然你知道 你這樣子寫tdelta-S減掉delta-H 所有人都會認為 你現在講是一個系統的 這些熱力學的參數 沒有人會把它想成為 因為是你在講surrounding 好嗎 沒有人會認為你在講 那個delta-S 你在講這些東西都是universe 不是 絕對不是 好不好 沒有下標 一定是system 好 所以 系統的tdelta-S減delta-H 一定是要大於0 for a spontaneous process OK 但是 普遍的 不要忘了 你這個地方還有一個前提 就是 constant pressure 那你會說 這非常限制 OK的 因為 我說過 我們就存在於一個 constant pressure的環境裡面 這是OK的 很好用的 沒有問題的 好 好 那 這個 tdelta-S減delta-H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 以一個比較繁雜的方式來寫 對不對 什麼叫delta-S 就是一個s的f減到si s是一個state function 這句話是沒有錯的 對不對 那後面的這個delta-H 可以把它寫成一個hf減到hi 不是嗎 OK 好 把括號拿掉的話 就是一個tsf減掉hf減掉tsi加上hi OK 我也可以把這一些f的全部合在一起 這是 這個地方雖然是分開來 我就要把它合起來 OK 這是很簡單的 一向向 一下這個向 然後把它們集合在一起 這個 比較能夠看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那現在 我們就已經開始 就是累積了一些能量 我們可以看另外一個事情 叫做free energy 自由能 好 這是剛剛我們一個結論 對於一個spontaneous的process 我們已經走到這個位置了 OK 我們得到一個結論 就是tsf減掉hf 減掉tsi加上hi 要大於0 OK 我們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來判斷 它會不會是一個 會不會是一個spontaneous process 或是一個spontaneous chemical reaction 好 那 在這個 19世紀下半夜 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 一個美國人 Gibbs 他在耶魯大學 是美國人非常自豪的一個 一個科學家 OK 是一個早期少有的理論 物理學家 那 他 定義了一個新的熱力學的參數 為了要紀念它 我們用它的名字的字頭 G 來代表 我們常常稱這個G 是一個 Gibbs free energy 這個Gibbs 常常 很抱歉 被省略掉 我們就直接稱它為free energy 我其實應該在這個抬頭上面 把Gibbs寫在這裡面 OK 這是一個科學家 各位比較熟悉的 可能是那個 重返犯罪現場的agent Gibbs 那這個Gibbs 其實是更為偉大的 OK 非常重要的 他甚至於 有人這樣講 說在當時 這個 因為他是一個理論 理論物理學家 他在這個 耶穌大學的這個 Mathematical Physics Department OK 是專門搞這個數學的 數學是極端強的 他寫的論文是非常難懂 沒有幾個人能夠懂的 有人開玩笑說 那個世界上 在當時 唯一能夠看得懂他論文的人 只有馬克斯威爾 OK 這是在我們下學期 會提到的一個 發展出這一個 電磁波理論的 一個大師級的人物 都受到了Gibbs的影響 不過 我們 把他的這個definition 寫在這個地方 但是我們必須要下課休息一下 沉澱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回來